在梁家庄里有个梁老汉 梁老汉非常吝啬 人称梁公鸡 村里人一提到他呀 都连连摇头 还会这么说 这货呀 铁公鸡一个 一毛不拔 离梁家庄东南五里远 有个李家庄 李家庄有个李老汉 说话办事认死李 人称李匠金 村里人一提到他 也会连连摇头 再加上一句 哎呀这货呀 脑子一根筋 杠子头一个 石头驴也降不过他 这梁公鸡和李匠金 是儿女亲家 有一天 李匠金出门办事 中午回家时 途经梁家庄 巧得很 经过梁公鸡门口时 这梁公鸡正好走出院门 这个时候看到亲家 不请吃饭说不过去 可梁公鸡想退回去 但此时亲家 已经到了跟前 梁公鸡只能硬着头皮 迎上去 哎呀亲家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快快快 到屋里喝碗茶吧 哎 不去了 快晌午了 回家 还有事呢 梁公鸡一听这话 放下心来 可嘴上却说 哎呀都到门口了 连口水都不喝 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呀 来来来 快喝点吧 你看 他嘴上这么说着 手却放在兜里 一动不动 李将军知道 亲家抠门 也不想留在这儿 吃什么东西 可是一看到梁公鸡的手 插在兜里 李将军的酱脾气 起来了 他心里想着 啊梁公鸡啊梁公鸡 你可真抠 我一个闺女养到二十多了 送到你家做媳妇 今天路过你门口 你倒好 连碗饭都不想给 哼 老子今天偏不走了 看你怎么办 想到这里 李将军连忙说道 亲家呀 我闺女儿 在不在家里 哎呀 这个死丫头啊 这么长时间都不回去 可想死我了 哦 你女儿啊 她跟你女婿 到集上卖菜去了 说中午不回来 哦 中午不回来呀 那 那咱哥儿两到屋里说说 呃 好的好的 亲家 你屋里的事不办了 你不忙了 哎呀 不办了 不办了 也没啥要紧的事 跟你聊聊 到屋里做好后 李将军喝着茶 梁公鸡到厨房 安排饭菜 很快 梁公鸡端着菜 上来了 一个凉拌萝卜丝 一个小葱拌豆腐 做好以后 梁公鸡热情地说道 哎呀 亲家亲家 吃菜 吃菜 等一会儿啊 咱们俩吃面 李将军一瞧 喝 就两个素菜 居然也不请我喝点酒 梁公鸡呀梁公鸡 老子今天非要治治你 李将军 无意间看到屋子里 有几个酒坛子 就对梁公鸡说 哎 亲家呀 我给你说个稀奇事 啊 亲家 啥稀奇事啊 说来听听 这事可是真稀奇啊 在隔壁村 有个赵拐子 亲家你是不知道啊 这赵拐子种的红薯可怪了 嘿嘿嘿 那种的红薯不长薯 光长秧子 那秧子啊 可长了 是吗 亲家 有多长啊 李将军站了起来 用手笔画着 那红薯秧子啊 要是从门外头往里长 能长到 那儿 梁公鸡顺着李将军的手 看过去 哦 亲家 嘿嘿嘿 那红薯秧子 能一直长到 放酒坛子的地方 嘿嘿嘿 酒坛子 梁公鸡没办法 只有把酒坛子 搬了过来 几杯酒下肚 梁公鸡说话了 哎呀 亲家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就我一个人在家 没有什么荤菜 对不住 真是对不住啊 李将军一听 连忙说道 哎呀 亲家说什么话呀 好办 你去找人 把我骑的毛驴给杀了 咱两个人吃点驴肉 搞点昏的 好不好 亲家 驴肉好 驴肉好 只是亲家 吃了驴以后 你待会儿咋回去呀 这时院子里一只公鸡 叫了起来 李将军一听 连忙指着公鸡说道 好说好说 我就 骑着那只公鸡回去吧 梁公鸡没有办法 只有把邻居 请过来帮忙 杀掉公鸡 准备做一盘 辣子鸡 正在吃着喝着 梁公鸡肚子不舒服 要去上厕所了 回来以后 桌上的酒杯不见了 亲家奇怪得很啊 我就上个厕所 酒杯弄到哪儿去了 哎呀亲家 酒杯太小了 刚才我一不小心 连酒带杯 吞到肚子里去了 梁公鸡一听 知道亲家嫌酒杯小 只能拿出大酒杯 又过了一会儿 梁公鸡到厨房 端辣子鸡 回来时 李将军拿着一根锯条 正在锯酒杯子 哎呀亲家 你这是干什么呢 嘿嘿嘿亲家 这酒杯太大了 你倒酒的时候 酒没倒满 上头太多用不着 既然用不着 那就锯了算了 梁公鸡一听 知道亲家嫌酒杯没倒满 他只能忍痛 把酒倒得满满的 李将军酒喝得正高兴 辣子鸡刚端上来 可这时 梁公鸡却把面条 拿了出来 李将军一瞧 哼 这是想让我赶紧吃饱走人呢 把他给气的 他伸出手来 朝着自己的脸 左右开弓 啪啪啪啪地打了起来 梁公鸡一看吓坏了 哎哟亲家 你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打自己呀 李将军说道 哎哟亲家 我喝到现在脸还没喝红 等一会儿出去呀 怕别人笑话你 不好好招待我 我干脆呀 就自己把脸给扇红算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